星辰变,最后一位使者现身,确定不会开抄前点播,但基础会增加。 星辰变第四季终于是正式订单了,即将于1月23日和大家见面,而巧的是,这一天也刚好是《斗破苍穹之三年之约》特别偏晚节日,不得不说播出平台安排的还真是好。 这两部也都是重量级作品,而眼看离播出之日越来越近,官方也终于是开始为这部作品预热了,到现在已经放出最后一位上届使者,下面一起来分析下吧。 01,最后一位使者现身,上届四大使者正式凑齐。 从官方新放出的预告来看,最后一位上届使者终于是现身了,他就是剑仙华颜。 这华颜表面来看你身白衣,先锋道骨,但骑士为人十分卑劣,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 甚至于可以草均人命。 主角秦宇就和他站在对立面,反倒是和另外一个上届使者蛮前走得近。 而到了现在,上届四大使者终于是正式凑齐了,四人分别代表仙魔妖界四大势力,华颜自然深属仙界一方,麻前则是妖界,另外两方使者分别是魔界的杜中军和龙族的敖凤。 而这四大使者下界都是为了九剑仙府的破天图而来,都想要得到逆妖先帝的破天图好开启逆阳镜,最终瓜村里面的各种珍贵宝物。 可惜最后四大使者和他们各自势力没有一个是赢家,只有秦宇笑到了最后。 02,确定不会开超前点波,但极数会增加。 第四季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,对于这一季看很多人都希望和第三季一样开启超前点波,那让大家就可以一次性看得爽了,当然官方也因超前点波模式而有前转。 但很可惜,按照官方的说法,第四季不会开启超前点波,也就是说大家这下不能一次直通大结局了。 其实想想这正常,早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,就因为超前点波仪式上了热搜,进而被杨氏点名批评。 随后过不了多久,各大视频平台就得约谈了,紧接着某集一带头,各大视频平台纷纷官宣不会再出超前点波,超前点波从此也就成了过去式,自然星辰变官方也就不敢顶着风头再出超前点波了。 不过超前点波不会出,但是官方却表示第四季级数会增加,由原来的一季十二级增加到了十六级,也就是说,多了四季,这也算一种安慰吧。这样大家也可以多看一段时间了。 03.第四季大概率讲到其宇到黄石星结束 第四季级数现在已经确定了,那么第四季到底会讲到哪里呢? 其实定档预告中已经告诉大家答案了,不出意外的话将会讲到逆阳镜副本结束秦宇飞升至黄石星那里。 值得一提的是,逆阳镜副本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,秦宇的好兄弟小黑和猴子已经先行飞升到仙魔妖界。 而秦宇算是三兄弟之中最后一个飞升的,不过秦宇虽然最后飞升,但是因为压制自己实力太久,一飞升到上界反而实力要远超其他飞升者,而这样结束也好,第五季刚好展开仙魔妖界的剧情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